修持二一财神法 观想我们就是财神 并且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令世间以及初世间的资粮皆得具足 大众修持二十一财神法 需要将自己的心清净 观想放着光引起莲花生大事加倍 离请二十一财神来到谈成 并诚心观想我们就是财神 拥抱所有的正能量 并回向给一切众生 令世间及初世间的资粮皆得具足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发财 其实不只是财务上的一个发财 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正面的一种 比方说智慧 慈悲 或者健康 或者等等的所有正面的 不管是物质的或者心灵上的这种满足 其实财神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 就代表我们能够满足 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 你有再多的财富还是很穷 可是当我们有满足的时候 就算你物质或者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是很好 可是因为得到满足 我们因此而富裕 所以这是不管是财神也好 或者佛法也好 这是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 我们修持二十一财神法 目的就是要发财 除了财务上的富足 精神上的满足 也是所有人所希望的 葛马彭措喇嘛开示 修任何法最重要的就是满足的心态 当我们能知足满足 修法的过程就能与佛相应 既而在心灵方面与物质条件上 都能够得到财神的加持 降与丰富的法财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